各位網球迷 早安玩玩 我是阿托凱 台岡熊英的寇編選秀即將要到來 那我們最後也不會知道說 保護明代到底保護了誰 不過我有發現到 中信兄弟的二軍陣中 現在有一位球員的表現相當亮眼 這位球員就是黃軍靈 今天的影片就讓我們來稍微認識一下他吧 那我們廢話不多說 就直接開始我們今天的影片吧 黃軍靈出生於2003年的7月21日 來自於桃園市 綽號寶寶 接觸到棒球的方式非常的特別 真的是因為誤打誤撞才接觸到的 黃軍靈的爸爸本身就是一位棒球迷 不過對於黃軍靈一直都沒有特別的想法 直到看到了同為玩伴的鍾玉成後 才有這樣的想法 原來鍾玉成和黃軍靈 兩人都是在大系國小長大 但鍾玉成的奶奶在他國小三年級的時候 就把他轉學到人善國小去打棒球 結果黃軍靈的爸爸看到後 也將黃軍靈一起轉學到人善國小 就這樣子開啟了他的棒球之路 來到大系高中以後 黃軍靈是對象的雙刀流球員 不過他自己個人認為 他更喜歡在外野奔跑 因為他認為自己的控球和球速都沒有成長 所以比較喜歡擔任野手的感覺 軍靈在高一和高二的期間 因為力球表現的關係 表現的並沒有特別突出 高三以後 黃軍靈慢慢從偶像大骨相平身上學到心法 也終於在高三破繭而出 就連大系高中的教練都說 黃軍靈突然間就開竅了 除了打擊的成長以外 黃軍靈的腳踹也是他最自豪的部分 當時的跑壘速度也在四秒以內 他也在高三畢業後報名參加了選秀 在選秀會上 前五輪都沒有聽到他的名字 直到第七輪的時候才聽到他的名字 而挑選的球隊則是中信兄弟 最終以四十萬元的前輪金 披上了黃金戰袍 加入了中信兄弟後 黃軍靈也在二軍試了水溫 不過前幾場都是以代跑為主 直到最後兩場比賽才要讓他上場打擊 最終五個打數留下一絲安打 時間快絕到2022年 在春訓的菜鳥日中 黃軍靈扮演了華登初上的寶寶 因為演的實在是太經典 所以黃軍靈的寶寶綽號開始大量擴散 到現在都還可以聽到大家在叫他的這個綽號 不過這一年的黃軍靈 身手似乎還沒有展現出來 整季幾乎都是打後段棒次 其中第九棒是他最常打的位置 累計71個打數 繳出兩乘八二的打擊率 不過一旦黃軍靈離開了第九棒以後 就像是突然間不會打球的一樣 其他棒次的打擊率都沒有超過一乘二的 所以雖然說他在第九棒的打擊率是兩乘八二 但整季他的打擊三圍是兩乘一六 兩乘八一 點二七五 儘管如此 忠心兄弟還是給予他相當多的機會 讓他在二軍累積了超過一百個打擊的紀錄 從這邊就能看出忠心兄弟對於黃軍靈的期待感 雖然這年的寂寞 黃軍靈被放到60人名單外 但也能看出是技術性的放出 因為他們一放出去後 就接著宣布已經和軍靈進行談約 而黃軍靈也很夠意思的接受了這樣的程序 也在最終再度回到了忠心兄弟裡面 時間快轉到2023年 黃軍靈的棒次從第九棒移動到了第一棒 也是他突然開竅的一年 最最最扯的是他的選球 前一年黃軍靈102打數被三陣了33次 今年他的打數擴增了快要兩倍來到181次 但他的三陣數也才增加了三個而已 也就是說他的被三陣率從32%下降到了19.8% 雖然說還是很高 但是因為三陣率的下降也讓黃軍靈的成績大幅提升 這年他開始把球王低上打 滾飛出局比來到1.5的成績 這個改變也讓他的成績開始攀升 這年的他攪出337、4x05、470的打擊三圍 外帶6道與28分打點的成績 不過黃軍靈的矯程快歸快 但似乎在起跑時機的拿捏上還可以做得更好 因為今年13次的倒壘嘗試中僅成功6次 倒壘成功率只有46%的成績 不過他也因為他的矯程而有了一個成名之作 變化球 哇這邊倒本壘成功 雖然打者三陣但是這邊倒本壘 這個被抓到他的一個投球動作了 他離得比三壘 離這個壘包還要再遠 今年可以很明顯的發現 黃軍靈的成長已經越來越完整 而且兄弟也願意給他更多機會 雖然中心兄弟有他們更期待的宋成蕊 但現在宋成蕊已經是二軍的準畢業生 幾乎都在屠殺二軍 也因此宋成蕊常在一二軍之間跑動 剩下能夠吃到的PA幾乎都是給黃軍靈 曾經被譽為2021年選修最速腿的他 現在也已經成長到了一定的等級 被兄弟的二軍教練團 認為是前段半選手之一 也因此他在今年10月23日 完成了他來終止異軍的初登場 還是壞球 這個球還是沒有偷的很精準 這時候黃軍靈去要說是不是畜生球 但是一開始柯維銘就說沒有沒有啦 真的沒有 哇 林月平要出來要看 今天似乎是沒有那麼的清楚 那我們接下來就來看看 台岡對於黃軍靈的需求性到底大不大 今年台岡雄英的外移手裡面 表現最好的就是真誠座 今年賽季角出2乘97 3乘62 點414的打擊三圍 外帶三轟與46分打點 看起來是已經具備高度完整性 不過守備位置以角落外野為主 而另外一位也不錯的就是藍銀倫 不過目前他33歲 已經是職業中期或是到職業中後期的階段 而且也是以角落外野為主 儘管今年還找到另外一名外野手王伯榮 不過王伯榮在日本時期 已經有很長一段時間沒有守過中外野 而且看他的移防速度 也比過往守中外野時期還要慢 現在台岡雄英的中外野手 是以紅尾漢作為主要守備的員 不過紅尾漢的打擊火力 一直都是一個問號 2020年在衛權龍角出3、44的打擊三圍後 就再也沒有太特別的表現了 所以目前台岡的中外野火力是相當缺乏的 目前年紀則是27歲 而且以現階段來看的話 在他們農場裡面 比較有重點栽培的中外野手就只有紅尾漢 所以看似他們的外野很擠 實則多數都是角落型的外野選手 這也是為什麼他們去年會從衛權龍那邊選進紅尾漢 因為他們想要補強中外野的戰力 如果能在這次的擴編選手中 挑進一個被譽為已經具備高完成度的黃軍靈 我想對於他們來說絕對是樂意至極 而且以目前來講 假設陳文傑或蔡奇澤都有被保護到 但他和余謙都是兄弟農場中非常好的菜 甚至是稱作數一數二都沒有問題 這球黃軍打得非常紮實啊 看來要掉分了 那三壘上的沒問題啊 就要來看一壘上的張仁瑋要不要拚啊 哇那應該沒問題啊 三壘安打帶有兩分打點黃軍靈的關鍵時刻 建功啊 好啦那以上就是我今天的分享啦 大家對於這支影片有什麼樣的想法 都可以在影片下面留言告訴我 影片結束後大家有三個工作要做 追蹤IG訂閱跟留言 也可以到我生活頻道都市傳說去看一下 我是阿多凱 我們下次見啦 掰掰 我們下次見